MMO游戏在手机电脑和主机端上都有很知名的代表作 那么你知道2024年好玩的MMO游戏有哪些吗? 细说小编为大家盘点了一批时下最热门MMO游戏 一起来了解下一逆水寒 逆水寒是网易旗舰级国风武侠端游 被视为近年来最成功的MMO游戏 截至2024年初 逆水寒端手游活跃用户总数已突破一亿 一款只在国内运营的MMO游戏 能够做出这种成绩足以用国命机来形容 2024年1月18日逆水寒端有二次开服 此次开服上线的是由超500人 顶尖团队独立研发的2.0版本 各方面都有了全方位突破 游戏变化之大近乎重作2命运方舟 命运方舟Lost Arcus Milgate RPG研发 腾讯游戏代理发行国服 是一款奇幻题材的服饰叫Mopi游戏 本作已通过Steam平台在海外发行 并且实现Steam最高同时在线达132万 成为MMO品类断层第一 三周内全球用户突破2000万 被广大玩家誉为MMORPG端游最后的荣光 该游戏以中世纪背景 玩家可体验刷装备成长和多人 合作大型副本为主的核心玩法3 上古世纪2 上古世纪2是一款开放世界的动作MMORPG 2024年最新MMO游戏 由韩国游戏公司Coco Games发行 Zlow Games制作 本作继承了前作上古世界的自由玩法和世界观 以广阔的无缝开放地图和战斗动作为特点 前作上古世界以蓄势性的故事情节为中心 而本作更注重个人冒险和个人故事 它的时间线也与前作相似四时空 奥德赛 时空奥德赛由DKonline Grand Soga七骑士开发者 陪奉剑主导研发 韩国厂商Nixel于2020年11月首度公开 后宣布于2024年上线PC和次世代主机平台 作为2024年MMO游戏排行榜前十 本作的最大亮点就是操纵时空 玩家可以掌握时间的变化完成战斗 开发组表示 操纵时空间是本作独有的特点 作为游戏的核心 希望之后能用多种方式灵活运用 五剑铃 剑铃是一款3D奇幻大型多人在线动作类游戏 国服由腾讯代理 2023年12月17日官方宣布 剑铃怀旧服于2024年春季上线 采用虚幻引擎四制作 并回归到2013到2014年的水月平原版本 细说小编了解到怀旧服 还原了该版本的主线剧情 支线剧情副本和野外BOSS等内容 同时采用赛季之玩法分为中国大陆服和国际服 并进行全面优化6珠仙世界 珠仙世界是完美世界的旗舰级 新国风MMORPG仙侠题材端游 是近两年备受关注的热门MMO游戏 游戏使用EV5引擎研发 利用物理的光山化和光线追踪渲染动态阴影选项 屏幕空间及真3D反射等多种技术打造 官方表示 珠仙世界在未来会以 月卡制加版本赛机制的模式进行运营 每位玩家只需购买月卡 即可体验完整的游戏内容 7.蓝色协议 蓝色协议Blue Protocol 是2024年好玩的MMO游戏 由万代南梦公开发 2023年6月14日发行 同年12月13日登陆PS5和Xbox Series平台 支持跨平台游戏及跨平台存档 媒体评价称蓝色协议 是一款充满创意和乐趣的游戏 它不仅体现了传统MMO游戏的核心元素 还结合二次元文化的美学风格和ARPG的战斗方式 使得游戏更具有吸引力 8. Project LLL 开放世界MMO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2024年MMO游戏排行榜前10名 由韩国游戏厂商NCSoft制作 以参考韩国游戏展G-Star2023 游戏计划2024年推出面向PC和主机平台 游戏背景设定在一个不同时区混合的世界 包括被摧毁的首尔和10世纪的败战廷帝国 项目负责人C的Jekhan Bey表示 我们想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游戏类型 它与最近流行的大逃杀游戏截然不同 9.王权与自由 王权与自由Through and Liberty事件0 开发商NCSoft公司旗下的大型多人MMORPG新作 2023年12月7日上线初期仅限亚洲服务器 支持繁体中文 本作的特色之一就是其免费形式 但不涉及卖属性而是主打团队合作 游戏还提供占领城堡的战斗 支持超过1000名用户同时连接的无缝战斗体验 甚至玩家可以在战争中变身为巨大生物 史塔瑞斯世界 塔瑞斯世界是腾讯代理发行的一款双端MMORPG 是时下最火的MMO游戏之一备受关注 本作区别于当前国内市场上 以国风武侠为主的画面风格采用了欧美卡通话风 这种高辨识度的表现形式 为玩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 游戏现阶段开放了7种风格迥异的主要职业 同时设置单职业双系天赋浮以丰富的技能设定 这几乎能满足所有玩家的探索需求 柳 航路 交换 操 搞